他確診了 欸你現在是懷孕 可是美國確診沒有在看醫生的 等一下 我跟你講美國確診真的沒有在看醫生的 那怎麼辦 他有不舒服嗎 呃現在蠻舒服的 需要去看你有什麼症狀 對症下藥 我跟你講沒有看醫生 Super貴你會過殘 哈哈哈 Super貴 你要跟你分享我懷孕了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吐喵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做一個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上次我們去做了植入 我們通常要在幾天後來驗孕 大約兩週後 所以我現在已經植入大約兩週了 護理人員跟我說大概這個時候可以驗孕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驗孕棒 來看一下我們買驗孕棒的VCR 你好low哦 好復古哦 好啦趕快看 我們現在在準備要購買驗孕棒 我們都滿外汗從來沒有買過 怎麼樣你現在看起來很尷尬了吧 我不尷尬了 我現在只是在問說你要不要很fancy 有一種就是一般的這種式子設計 有一些是用像這個 兩條 其實它兩種是這樣 兩條就是有懷孕 一條就是沒懷孕 還有一種它是會秀姿勢的 嗯 所以看起來要不要想要秀姿勢的 獲得有差嗎 對 19.99 兩條是用這一種是8.99 差一塊錢 這個粉紅色的呢 不喜歡粉紅色啊 你給我買一個藍色一個粉紅色吧 一個是自己的8.99 就一個吧 好 那就這樣好不好 好 一個是有秀姿 一個是秀兩條線的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其實RSMC他們其實是比較科學立場 他們會用抽血的方式來驗 對他們來說這個數據比較準 但是我們自己呢 他是說我們自己就可以買驗孕 國外呢都是賣兩入族的 總之呢 我們就買回來了 金額呢 藍色的是9.99 這個是8.99 因為差別在說 這個它除了顯示線之外 它會跟你說 Fragment 更清楚的會寫字這樣 這個便宜一塊錢的是 它這種線 因為我們就想說 就是驗一個會不會不準 不是很多人就是聽人家驗孕的故事 就是要 買三種品牌 四種品牌 買超多的 怕它不準 所以說就要各種交叉比 對這樣子 這個外面有一個很簡易的說明 第一步 它的建議啦 是你如果月經晚6天就可以來驗了 但是你是指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不一樣 第二步呢 它裡面有試指 試指就是浸泡尿液5秒鐘 然後第三步就是等待3分鐘 第四步就是 去判讀它到底是兩條線還是一條線 就這樣 四步驟 那這個幾步驟 一樣 放在尿液5秒鐘 你就是等待1到3分鐘 它就會告訴你 然後只是說它是有 字體的 告訴你說是 Pregnant or Not Pregnant 搭配一邊是修字 一邊是有 就是線條 十字加一條 就是有懷孕 十字就是有懷孕 好緊張啊 沒有懷孕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懷孕的話 會這樣 啊你那個懷孕會怎樣 就是它會修字啊 就是上面會先有一個字 然後它下面會有一個十字這樣 十字就是懷孕 這是我第一次懷孕 人生中第一次 我好緊張喔 不用緊張啊 你不是有一個 厭孕的傳說要告訴人嗎 喔 厭孕的傳說就是 當你買厭孕棒之後 你隔天月季就會來 嗯 蠻奇妙的一個故事 是不是很多女生都有 厭孕的經驗啊 因為我後來發現很多女生 其實都有厭孕的經驗耶 嗯 沒事的啦 來吧 我現在端著按鈕 想看一下嗎 不要啦 不要啦 那你的世界有在你身上呢 那一趟我在房間 我去哪啊 好 我真是真愛 一直捧著那一碗 對啦 傻了 我被罵 這是我的精華 你就會說 我今天要等多著那個 那一碗鳥 你真的很白虎耶 沒關係我剛剛沒有鳥丸 喔你還存了一些是不是 現在大家可以幹嘛 有人在台灣的乾媽 等等還有一個在美國的乾媽 我啊 你看一下視訊啊 視訊 給你看尿 尿在我手上 我剛剛接到尿而已 他笑我耶 要來驗孕了啦 欸你那一碗尿很好吃的 你 寫囉 來 五秒 寶貝 我們一隻一隻來好不好 我要把它就是這樣放 就是我不想知道 他的尿 你們剛剛喝過B群的尿耶 我不要拍了 我覺得乾媽現在很無言耶 怎麼美國應該放那麼虎啊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還有螢幕叛徒 他會跟你寫字 他除了那個線之外還有寫字 好我把它蓋起來 你等一下 你要不要自己捧著尿 不要我會掉 不會啦 拿好 拿穩 不要動 我把這個蓋起來 欸我一定要說 這個是他碗 旁邊是黃的 不是我的尿反光 這樣就是黃的 好我們要等一到三分鐘 好來 好我先把這個尿除掉好了 我覺得有點噁心 我先把它倒掉 看真的味道很濃耶 你也是我要我 我覺得 因為它這裡面是黃的 所以你有可能尿沒那麼黃 對啊 我剛剛整個被誤會 其實尿不黃 尿超不黃的 我整個被誤會了耶 杯子是黃的 因為杯子是黃的 裡面是一個太陽 它被我頭撇開 你絕對是幹嘛 經歷這一切 包含你尿很黃的部分 尿不黃 我尿不黃 是杯子黃 這個碗是黃的 這個碗是黃的 對 裡面是一顆小太陽 這是黃的 它直接又撇開 它再撇開一次 欸這是乾淨的 又把上面的那個 塑膠袋被拿掉了 對它拿掉了 各位觀眾我的尿沒有那麼黃 我覺得結果應該出來了 誰要先看 誰要先看 露先看 露先看好 我拿給露看好 你看得到嗎 不要看 你看得到嗎 你看得到結果嗎 你看得到嗎 我相機不知道拍到了嗎 你看得到嗎 你三隻都看完再跟我說 這個看得到嗎 我什麼都沒拍到 我拍到什麼 這個這個有寫字 這個有寫字嗎 這個我看不到 好 它看完了 換我看 快點 我看完了 我也看完了 你要讓誰跟你說 這看你們反應還不是很明顯 你感覺是有中的啊 不然你們就會說 有中是長怎樣 有中就是跟確診一樣兩條線 那不然兩條線啊 對啊兩條線啊寶貝 兩條線啊 恭喜你懷孕了 恭喜你當乾媽了 恭喜你是恭喜的乾媽 好可怕喔 我懷孕了耶 對 欸你要當乾媽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現在覺得很噁心 他一個早上沒事 然後被我們這樣扣出來在外面的領域 他現在查了把眼罰掃上 我們感謝乾媽的心聲 感謝乾媽的心聲 可是你是第一個知道你當乾媽 確定 確定 可是我是不是醒房了嗎 好緊張喔 恭喜你恭喜 你可以開心的去睡回容覺了 沒有我要出來早餐了 大氣 對 大雨啊 我還在那邊閃 然後現在蹲在路邊 這樣回容 恭喜耶 所以接下來是怎麼樣 就是希望他可以順利 待一組月就可以 溫出來 呼吸一下這個世界空氣了 多久可以驗出來 植入後兩周 可是植入的時候就已經算是 兩周了 然後再加胚胎的大小 所以現在我只一個月了 我只把胖胖一個月了 好我懷孕一個月 我懷孕一個月 周期算法是這樣 因為 你植入就算兩周了 然後 你沒有過兩周才驗孕 好哇今天是一個月了 我懷孕 媽媽要不要坐下 哈哈哈哈 他在管妳在擔心他乾兒子 我要趁我們能站的時候再站一下好了 我怕我之後都只能坐著 欸我跟你說我們爆買童裝耶 終於買了是不是 很帥 我跟你講他以後是個小帥勾 至少穿的很帥 我剛剛是一個月的媽媽耶 對啊你是一個月的媽媽耶 他什麼感覺 沒感覺特別要 欸他最近真的吃很多很容易餓 很會吐嘛 現在應該沒感覺 你覺得應該還好 應該啦我不確定 好啦 你趕快去吃早餐 好啦那 等一下幹嘛 我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童裝 總是要給我們看一下萬歲吧 喔喔對好萬歲 好那你去找萬歲 好吧 好久了 雨萬歲的感覺 你不用太傷心啦 去買早餐吧 去買你的早餐 謝謝乾媽 好啦那你們小心喔 掰掰 掰掰 我們美國的乾媽 走 突然刺激你 啊這什麼 念運棒 喔兩條線耶 啊你們一次做三次喔 欸怎麼這麼實際啊 你是念運就要做很多次嘛 因為這個寫字 這個是寫 喔是寫字的 欸恭喜你的媽 它有一點敷衍 喔寫字寫字 喔你們驗三次 是它第一個反應 OK 真的嗎 哈哈哈 它驗那麼多次 乾媽二號 喔 嗨 在你左邊乾二號 恭喜不用傷心 這是乾媽的第一句 乾媽第一句 看你驗三次 我懷孕一個月 現在算一個月了 喔 恭喜恭喜 好啦 謝謝你讓我們住在這裡 接著這個baby 把它切 它是我的大學房子 你好 並不知道我會想見 哈哈哈 你忙你的 你忙你的 掰掰 蛤 你用三隻喔 好 我現在自己 另外一位趕媽 喔好緊張喔 那你要錄影喔 Yes 那不要 欸 這樣 她在通話中 所以暫時不行要等她 等她講完 她確診了 怎麼辦 可惡 欸你現在是懷孕 對 可是美國確診沒有在看醫生的 哈哈哈 那要怎麼樣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美國確診真的沒有人在看醫生 那怎麼辦 他們就待在家然後吃藥 吃止痛藥 吃吃止痛藥 它有不舒服嗎 嗯 現在蠻舒服的 對啊 他們就吃止痛藥跟 譬如說咳嗽就吃止痛藥 就是藥局 看你就什麼 症狀對症下藥 你們咳嗽就吃止痛藥 那症狀就吃止痛藥 這樣 我跟妳講 我看醫生 SUPER GUAY 你會跟我採 哈哈哈 SUPER GUAY 我跟他們看一次牙醫 就單白耶 而且沒有幹嘛耶 嗯 你自己說 只要跟你分享我懷孕了 這樣子 我跟妳講說 懷孕了 然後還確認了 這也太可怕了吧 恭喜妳要當乾媽了 確定 恭喜妳 這什麼手勢啊 是今天嗎 對剛剛演了 就是剛剛 怎麼樣妳有被嚇到嗎 我跟妳講說什麼緊急什麼的 跟他確診了 妳看兩條 你們太順利了吧 我跟妳說小孩現在一個月大 哇 那妳有不舒服嗎 我覺得還蠻舒服 我剛有說我蠻舒服的 我只看到比實量變大 那妳有變胖嗎 喔沒有我還變瘦 目前 那我看妳就覺得妳沒有變胖 但他實量變大 好爽喔 整人企劃成功 成功 我唷 他們看超緊張的 我聽說妳們在台灣沒有確診過吧 沒有 那在美國確診也太ㄎㄧㄤ了吧 這不是很正常嗎 因為大家都不戴口罩 他都會在美國確診喔 好啊 就是 就是跟妳說一下而已 恭喜恭喜妳好 對阿在跟恭喜說妳好 可是他現在耳朵還沒長出 他應該沒有聽到 我也覺得他應該還沒長出 但是我覺得他可以聽到 開始講幹嘛 好感人喔 我要哭了 我想他應該沒有太生氣 他翻白眼啊 他翻我白眼 我快笑死了 有公布了嗎 還沒 還沒還沒 那妳應該還有很多人要整 趕快去整吧 整完了妳就是唯一一個 只有妳是用整的 其他人都講真的 掰掰 媽媽懷孕了妳知道嗎 妳知道媽媽懷孕了嗎 知道的話給我手肘 妳要當哥哥嗎 妳要當哥哥嗎 寶貝 現在 當哥哥給我手肘 當哥哥 好 當哥哥給手肘 當哥哥 是哥哥了對不對 哥哥 好啦 給大家仔細看 這樣我們的演員榜的結果 現在是 算週期的話 已經算是四週多了 因為 植入就兩週了嘛 然後兩週後演員 所以 佩胎已經 他不能算佩胎 他不能算胎兒 他一個四週大 應該這樣說吧 我也不知道他算佩胎還是胎兒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懷孕一個月的孕婦囉 對 我現在是個孕婦 所以妳已經確定 這個孕婦 然後包裝上是男生 因為我們有做經營檢測 就也會知道是男生的女生 有沒有什麼經營嗎 不尋常的地方那種 他們就不建議 然後我們選胚胎等級 最高的AA級 然後因為兔兔只有一顆AA級的胚胎 那一顆胚胎就是男生 所以我們就選了 胚胎等級胜過性別 所以就是 是一個AA級的男孩 恭喜妳 妳人生的一件第一次的事情 多少都會感到 不知所措 對啊 就是 我覺得也不能說 喔 身為人母就一定要就是 開心迎接 我沒有不開心 只是 我還是會 有一些其他情緒 對就是會 對 我很難消化那一種情緒 但是也不是 我完全不會猶豫 然後我每天的狀況也都蠻 正常的 然後我最近這邊過年 所以我不知道跟懷孕有沒有關係 我就是還在 體會一個到孕婦的感覺 回台灣我就可以申請的人 媽媽手冊 然後我的車子上就可以貼那個人 對對對 喔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停那個 婦女的車位 喔好讚喔 我一定要趕快去申請 好 好啦 那就是今天這支影片就告訴大家 這個 眾多大的喜訊 就是我曾經一個月的懷孕的人了 對 以及個乾媽們的反應 妳媽現在在離佛對不對 對 沒有辦法接電話 對 就是等之後再跟他們說啦 說吧說掰掰 今天是抽鞋 就是 抽鞋更正確啦 叫不要Chec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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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